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心房里面有些不正常的电流 所以我们就说心房会不规则地 电流可能每分钟有300下以上 心脏如果不能配合的时候 就会不规则地跳动 可想而知心脏的泵血 没有我们原本那么有效率 将血泵走在心脏外面 去供应心脏身体不同的需要 病人症状可能会觉得心跳得很快 或者跳得很暖 如果心跳很快的时候 病人可能会觉得呼吸急速 甚至乎有些头云症状 如果本身心脏功能一般 更加可能会有心脏矮缺不舒服 甚至乎暈倒的情况出现 但其实大部份病人甚至乎是长者 其实他们都未必会发现有什么症状 很多时候怎么会发现呢 可能都是看医生的时候 我们医生会帮他量血压 或者去把脈 到时就发觉一个心跳是不规律 当然也有很大部份的病人 在发现的时候 可能病发症出现 才发现心房签震的情况 一般可能他们真的不幸 有一个中风的情况 然后去到医院 我们才发觉原来 他是患上心房签震的病人 其实是的 年纪大 其中一个心房签震的风险因素 例如其他成因或高危因素 例如包括不同的心脏病 例如病有血压高 他有冠心病 或者我们常见心反有问题的病人 另外 例如他有些内分泌的问题 例如甲状腺抗训 另外可能他是肥胖 吃烟或者喝酒 这些都会 或者睡眠窒息 这些都会增加他有心房签震的机会